把美好活在日常 各位今天參與這個盛會的各位來賓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剛才聽了關於在這個結構層面 在講父母的教養的問題 然後也從生理的層面 營養的層面 來探討給孩子怎麼吃會比較健康 我突然發現我吃得很不健康 因為我就是三餐外十足 今天真的學到很多 那我們接著呢 由我在負責的部分呢 是從心理的層面 我們怎麼給孩子更有力量的愛 最近我曾經到很多的學校 去做親子教育的講座 那我覺得父母能夠來參加 我是覺得非常感動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學校都跟我講說 在晚上或是週末辦親子講座 事實上那些會來的家長 事實上是已經很關心孩子的 所以該來的都來了 不該來的沒有來 對 可是呢 事實上我們要對家長很多的體諒 因為能夠來的事實上 是有這個能力來的 他可以放得下家裡的老的小的 還有一堆很多事情 那有時候我們在講說 來的很多都是媽媽 如果可以夫妻一起來 今天夫妻一起來請舉手好嗎 特別不容易你知道嗎 欸 掌聲 是是是 OK 謝謝 夫妻來特別不容易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 家裡面孩子要照顧 家裡面有很多事情要打理 你總要有一個人在家裡 對不對 那很多時候呢 爸爸媽媽來的之後 聽完了之後 然後就會跟我講說 陳老師啊 你講得真好 我也學了好多 早知道我就 把我家那個帶過來 那你會發現 要把家裡那個帶過來 容不容易 欸 不容易耶 你知道嗎 全線下最難改變的人是誰 就是你的另一半 知道嗎 你的另一半 然後呢 為什麼很難改變 因為你一天到晚想改變他 其實他更想改變你 你可以了解這個意思 OK 所以其實 我常常在講說呢 我們跟孩子溝通 跟孩子互動 要給孩子很多愛 那些技巧 事實上學起來沒有很難 事實上但是用起來不容易 為什麼呢 你只要用在你的另一半身上 有用 用在孩子身上就有用了 好不好 然後你後來會發現 用在你的另一半身上怎麼樣 都很挫折 後來你就會領悟一個道理是什麼呢 放棄去改變你的另一半 改變自己比較重要 改變自己 因為你改變了 另一半就會改變 這是我們在很多食物現場看到的 今天呢 我也要告訴各位 如果您在孩子的教養方面 遇到一些困難 跟孩子的關係處在一個比較緊張的狀態 或者是呢 有一些溝通的問題的話 事實上很多時候 父母改變了 孩子就改變了 這是我這幾年 在做食物工作的心得 我是一個諮商心理師 我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叫陳志恒 過去有將近十年的時間 我在一間國立學校 高職服務 他叫做彰化高商 OK 那我長期的 我長期的 就是跟青少年的孩子 還有父母 在做心理輔導的工作 那最近呢 我離職了 我就出來了 可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在一間國立學校 那可以說是一個鐵飯碗 可是為什麼我就離職了 各位我真的是辭職 我現在是一個自由工作者 我都說我是一個 就是打工主 到哪裡到處打工 然後領錢 所以今天來這邊打工 謝謝給我機會 那我到處跑遍 很多地方在分享 因為我發現很多問題是 孩子的問題 我們常常因為孩子呢 在學校裡面 情緒上的問題 或是一些 課業上適應的問題 或是人際關係的問題 特別是 情緒失控的一些問題 適應困難 這些問題呢 我們要輔導我們的孩子 可是我們會發現說 直接跟孩子工作 事實上有困難 我們需要家長一起來幫他 那我們把家長帶來的時候 我們請家長來的時候 跟家長一開始在討論的是 是孩子的問題 談到最後發現 是親子關係的問題 談到最後發現 是夫妻之間溝通的問題 談到最後發現 是爸爸原生家庭的問題 媽媽原生家庭的問題 所以我可以說 這麼說 雖然這麼講 有點太過自信 可是 十個孩子出現 一些適應困難的問題 大概有九點九件 跟父母 他家庭脫離不了關係 所以我開始呢 離開學校之後 我更想做的是 對這些 年輕的孩子的爸爸媽媽們 做一些工作 那也確實 我看到很多爸爸媽媽 做了一些不同的改變之後 事實上他們的孩子不同了 他們也告訴我說 老師我照你的方法去做了 我試著改變自己 我的孩子也開始我看到他改變了 我們的關係更好了 那我確實在這裡面 看到一些效果了 OK 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些內容呢 如果各位想要更清楚的知道更多的話呢 宣傳一下 這是我粉絲專頁好不好 你出來跑都要有一些 要有一些行銷好不好 那各位可以加入粉絲專頁 修詢一些訊息 或者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好讓各位 好 好啦 你就是打成智能智商心 你是就會找到連書 那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這是我的部落格 我一直在寫一些親子教養 或是我們心理健康的一些文章 這些文章比較深度 各位都可以在裡面講 找到一些東西 今天我有講的沒講的 在裡面都有寫到的 好嗎 那這些都是一些 食物經驗的心得 OK 好 那有一次呢 我到一個國小去演講的時候 他們的輔導主任跟我講說 有幾個一些事情 他說呢 他最近看到一些家長 特別對孩子很關心 那關心有一點到了過度的程度 怎麼說呢 例如說現在下雨對不對 這幾天一直下雨 那他就看到一個家長呢 每天他陪著孩子走到學校裡 然後呢 帶著孩子進到 進到哪裡 進到教室去 好 那他就去問 很好奇問那個家長說 為什麼要陪著孩子一起走進教室裡 然後呢 把孩子安頓好他才要走 那後來 後來 家長就跟他講說呢 哎呀那因為我的孩子啊 他就覺得下雨天心情不好 所以就要我陪他走過去 然後我很擔心 他那個鞋子會弄濕 所以我讓他呢 先穿著拖鞋 進到 走從大門口 走到那個 走到教室 然後我幫他拎著他的鞋子 然後到了教室 我再幫他換起來 這樣子 然後呢 那個副導主任就跟那個媽媽講說 媽媽 那事實上你可以幫這個 你可以跟孩子 事實上這個孩子 是可以自己走進來的 他並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事實上你可以呢 讓他自己戴著他的鞋子 你怕他的鞋子弄濕嘛 你讓他自己戴著鞋子 走進來就好了嘛 OK 好那媽媽就說 可是我很怕他走一走 走到路上的時候 會滑倒 因為穿著拖鞋 比較沒有那麼安全 怕他滑倒這樣子 小學 二年級還三年級的孩子 我這個時候就在想 或是我的副導主任 就在談這件事說 那到底是孩子沒有辦法做到 還是我們當家長的過度焦慮 OK 那還有一個事情是呢 也是這位副導主任告訴我說 有一個家長 他呢 有一天孩子回來的時候 跟他抱怨說 他在學校被同學欺負 同學呢 對他有點 那個肢體上的一些 侵犯 被同學欺負 那個爸爸呢 聽了之後怎麼樣 非常的生氣 然後呢 立刻找到對方家長 心思問罪 然後兩個人呢 不知道為什麼溝通不良 然後呢 就吵起來了 越演越烈 這件事情呢 越演越烈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鬧到網路上 現在的家長 常常會在網路上 貼文 說自己的委屈 然後討拍 所以呢 家長呢 彼此之間 開始形成兩股勢力 然後呢 越演越烈 就在越演越烈的同時 老師發現這兩個孩子 已經手牽手一起 又玩在一起了 可以了解這個意思嗎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說 我們大人好像應該做些什麼 什麼事情 在孩子遇到困境的時候 幫助他一些什麼 可是 事實上孩子有沒有能力去 自己解決這些問題 有時候我們 會不會我們做太多了 可是 這些事情事實上 我覺得 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對很多家長來講 如果在孩子遇到困境的時候 我不去做些什麼 我會覺得 心裡有罪惡感 會有一些內疚的感覺 為什麼 我會覺得我好像不像一個 盡責的父母 不像一個 不像一個 夠資格的爸爸媽媽 好 那這種罪惡感 會讓很多家長覺得 孩子遇到一些困境 在他沮喪的時候 在他難過的時候 在他情緒上很低落的時候 我得要幫他做些什麼事情 而做些什麼事情 常常最直接的就是 幫他解決他當下這個問題 可是這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當你幫他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同時你也剝奪了他去面對這個問題 跟從這個問題中成長的機會 那如果不去幫他解決問題 那究竟 那家長要做些什麼 那我認為 這跟我剛才 一開始秀出的標題有關的 我們其實家長可以做的是 去觸碰他的內心的情緒感受 所以我等一下會聚焦在情緒感受 這件事情上 我們怎麼樣 在孩子在情緒 有一些波動的時候 情緒沮喪的時候 難過的時候 我們可以不要那麼快的解決問題 而是先去接觸他的情緒 OK 好 那我覺得現在家長呢 事實上呢 遇到很大的困境是 我到底要管多一點還要管少一點 那管多一點的時候 也就是我干涉多一點的話 我們怕呢 我們孩子變媽寶變爸寶 沒有生活自營能力對不對 可是管少一點呢 我們又怕呢 我們的孩子脫線脫線 到底應該要把孩子帶到哪裡比較好 OK 事實上我們其實都知道有一個原則 當孩子呢 逐漸在成長的過程上面 我們在保護跟放手之間的程度 保護是什麼 保護就是我干涉比較多 因為我還不相信他有那種能力 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決定 或是去處理問題 所以呢 我會幫我會干涉多一點 OK 幫他做多一點決定 這是保護 OK 那放手是呢 我已經相信他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了 於是我讓他自己試試看 我不要干涉那麼多 那其實在保護放手之間 我們其實我們大概都知道 我們同一件事 當孩子年齡越大的時候 我們放手要越多 當年齡 當孩子年齡越大的時候 我們的保護要越少 對不對 OK 各位其實可以相信 我們都可以同意 這其實說起來很容易 對不對 但是問題難得在哪裡 很多家長會開始有一個困境是 我究竟在什麼時間點 要在這個保護跟放手之間 這個交叉點 大約在哪一個年齡層 在哪一個階段 OK 什麼時候我的放手要多過保護了 我要開始去更尊重我的孩子了 少一點干涉了 各位你覺得什麼時候 事實上我也沒有辦法給你一個 完全標準的時間點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的發展階段都不太一樣 但是大約大約大約在哪裡 大約在冬季 不是啊 大約在小學 四年級 五年級 或六年級的時候 為什麼是這個時候 就有著觀察這個時候 剛好是我們什麼時期 要賣到什麼時期的時候 大約就是兒童期 要到青春期的時候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事實上是孩子 正在彰顯自己獨立自主 開始要發展自己獨立性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要給他更多的尊重 而他也開始要去證明自己能力的時候 那很多家長事實上在這裡過不了關 他從小就保護著孩子 給孩子很多干涉 等到孩子呢 越想要做自己 有很多自己的主見的時候 他發現說 為什麼孩子不聽我的 於是就把他抓得更緊 於是就給他更多的干涉 而這個時候孩子就會把他推開了 會把父母推開 而當那個孩子把父母推開的同時 父母就覺得說 為什麼不聽話呢 於是就抓得更緊 孩子就把父母推得更開 於是兩個人就好像在幹嘛 就好像在玩那個官兵抓強盜 開始有那個掙扎 掙扎就出來了 OK 好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那不管你是放手多保護多 事實上呢 我覺得這都是愛孩子的方式 只是那個愛孩子的方式 到底是不是被孩子接受 愛孩子的方式千百種 孩子能接受 事實上只有兩三種 那我們怎麼去找到那兩三種 怎麼去找到那兩三種 那我覺得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怎麼去觸碰孩子的情緒 跟孩子產生一個很重要的連結 OK 那我曾經在台中 我過去在中部服務的時候 曾經在台中的國美館 那個時候呢 有一個展覽是 《草菅迷生》的一個特展 各位知道草菅迷生 它的那個展覽是 它的作品是什麼樣的風格 原點對不對 原點 那時候來台灣的時候 在國美館展覽的時候 我也好想去看 可是我這個人最討厭做什麼 排隊 所以呢 在他開始的時候 我就想說 等到展期快要結束的時候 我再去參加 再去看 哪知道展期快結束 人家都要回日本了 人還很多 我想說不去看不行 最後一週週末的時候 我就過去 買了票之後呢 然後就在那邊等 果然管制線 拉起來 要到進門之前 還要排一個小時 我只好耐心的慢慢排 排這排這排這 後面有一個家庭 那個媽媽講話很大聲 引起我的注意 我就轉頭回去看一下 偷聽一下 她到底在講什麼 實在不是我愛偷聽 實在是她講得太大聲了 好 好 那個媽媽 他們那個家庭是這樣 爸爸媽媽帶著兩個小朋友 一起來看展覽 一家人來看展覽 那那個 大的 大的是一個哥哥 哥哥他大概是國一的 大概國一的年紀 妹妹 小的妹妹大概是小學 三年級還四年級 我是目測的啦 OK 那媽媽就一直對著那個哥哥說 哥哥你很奇怪 媽媽碰你一下都不行 碰你一下都不行 那媽媽就一直要碰他 一直要碰他 那個哥哥咧 他就一直說 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就不要讓媽媽碰 然後媽媽看到那個哥哥一直說 就繼續想要碰 哥哥我碰你一下都不行 碰你一下都不行 然後媽媽突然就開始講話很大聲說 你是我的孩子耶 為什麼連碰你一下都不行 奇怪了 天下哪有這種事情 自己的孩子不能給爸爸媽媽碰的 他就講得很大聲 然後呢 他就突然間回頭 對著妹妹說 妹妹你說 哥哥這樣對嗎 你說你說你說 然後那個妹妹就這樣子傻了 不知道怎麼回答 然後爸爸在旁邊就是很無奈 事實上一家四口一起去看展覽的 這個性質就被打壞了對不對 事實上很多時候 我們對孩子的教養 有時候就會在 執著在一些小事情上 可是你知道在那個時機點最重要的是什麼 氣氛 一家四口一起去看展覽的氣氛 你知道青少年孩子 他願意跟父母出遠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 你要邀請他一起跟你到哪裡去 你要求他耶 為什麼 因為他要跟誰去 他跟他的朋友 他的同學 對不對 所以 事實上那個氣氛事實上是好的 可是就因為這個點的執著 所以我們沒有 我們可能就打壞那個氣氛 可是下一次你的孩子就不跟你出去了 OK 那我也很想跟那個媽媽講說 媽媽 其實不是你的孩子不讓你碰 是 所有的人 所有的年齡層階段 都有肢體接觸的這個需求 肢體接觸會讓我們感覺到溫暖 會讓我們感覺到舒適 那 你要碰他之前 只是他覺得他自己長大了 你碰他之前 你先問過他 尊重他 他想讓你碰你再碰 他不想讓你碰 你可以告訴他說 媽媽事實上很想抱抱你 摟摟你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那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想要跟媽媽抱抱 或是勾著手 媽媽會很開心 釋放善意 那尊重孩子的選擇 事實上就可以了 那那個氣氛其實是很peace的 OK 好 那所以有時候我們常常在思考的是 我們對孩子做很多事情 究竟我們是帶給孩子更多的力量 還是拿走孩子身上的力量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有時候我們代替孩子去解決一些問題 那到底是帶給孩子身上的力量 還是拿走孩子身上的力量 讓他更無力 甚至他會感覺到 跟我們之間的關係更疏離 因為那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我們到底要當孩子的貴人 還是要當那孩子的貴人 我相信那個孩子可能看到媽媽 就好像看著貴這樣子 那是我們不樂見的 對不對 那是我們不樂見的 OK 好 所以我常常在講說 什麼樣的因素 會帶給孩子最多的力量 我從我的實務工作經驗 這些青少年孩子 他的課業 他的成長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看到的很多的孩子 他能夠有力量去面對他的困難 可以很有力量去走過他人生的一些挑戰 那些孩子很多事實上 他跟他的原生家庭的父母 主要照顧者之間 有一個很好的關係連結 他們在連結上面是親密的 是信任的 是安全的 是可以溝通的 OK 所以我一直會覺得好的關係 尤其是在這個時代裡面 好的關係 事實上是帶給孩子的力量 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可是我就常常在演講的場合 問很多爸爸媽媽 我們都知道要經營很好的關係 對不對 可是各位爸爸媽媽 我們在場很多爸爸媽媽 對不對 各位爸爸媽媽 請問一下 你們是孩子的父母 是孩子的家長嗎 好像只有一兩個點頭 到底是不是啊 好像有點懷疑 是不是啊 是 大家都講的是 我再問一聽你們 現在是孩子的家長嗎 是 我再問一次 你們現在此刻 坐在這裡 是孩子的家長嗎 是 開始有人說不是了 到底怎麼回事 好 可能有人有點聽懂我的問題了 對不對 你現在此刻在這裡 如果孩子不在你身邊 你是不是孩子的家長 OK 我們有一個身分是孩子的家長 對不對 可是我們實際上 並沒有在執行 對孩子的親職的功能 對不對 除非你的孩子就在旁邊 所以在這個時候 事實上 你是一個誰 你可能是一個聽眾 你是一個學習者 你並不是孩子的家長 那我們用這個邏輯去推演的話 那你一天之中 你的孩子可能現在幼兒園 你的孩子可能現在國小 也許你有國中的孩子 也許你有高中的孩子 你有大學的孩子 請問一下 那一天之中 加起來 你真正是孩子家長的時間 有多少 好 這是簡單的數學算數 開始算 好 好 很多家長開始跟我講說 事實上加起來 湊一湊 不到一個小時 湊一湊 不到半個小時 孩子越大 加起來的時間 越少 而且這些時間 是拼拼湊湊來的 OK 那我們就來想一想 在那些日常生活裡面 跟你孩子很短暫的相處 拼拼湊湊的時間裡面 到底我們都在跟他說些什麼話 都在做些什麼事 都在回應我們的孩子什麼 都在說什麼 欸 下禮拜要月考了 那功課準備怎麼樣 上次成績單發了嗎 有沒有聯絡部要不要 媽媽簽名 那個班費是不是要交了 有什麼錢要交 有什麼東西 老師發回來 那個補習班老師說你怎樣怎樣 我們都在做什麼 交代事情 知道嗎 我們都在交代事情 所以我們開始越來越少 有機會跟我們的孩子呢 可以比較有情感上的連結跟交流 那久了之後 到孩子到青少年期 越來越大之後 如果常常是這樣 你會發現你跟你的孩子 越來越疏遠 同住在一個屋原下 久了之後就會變成什麼樣 最熟悉的 陌生人 對 就會變成這樣子的 那所以我覺得營造關係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而且它是需要在 每一個時間點 每一個 每一個片刻都有高品質的談話 那我舉個例子來講 好了 我們其實呢 我們在跟孩子回應一些事情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 慣性的NG的方式 那這些慣性的方式 事實上是怎麼樣 我們常常是 不自覺的 因為那是一種習慣 而且很快的 我們就會說出去 但是可能會 往往會帶給 可能會把孩子的 內在的力量拿走 像是什麼呢 如果今天孩子呢 回來跟你講說 爸媽 我今天去民營姐考X了 他突然不會主動講 例如說他今天呢 週末他去考個全民營姐 好 回來了之後呢 你看他呢 欸 你看他的那個 臉色不是很好 然後你問他你怎麼了 啊 考X了啦 什麼考X的全民營姐 出事考不好啦 出事考不好哪裡考不好啦 啊 就是那個聽力啊 考音聽的地方考不好 你知道全民營姐要考聽力 跟那個 reading 跟 listening 就是聽力的部分 他說考不好 然後呢很沮喪 看起來很難過的樣子 那這個時候爸爸媽媽 你會怎麼回應他 那我們通常 很多爸爸媽媽直覺就說 哎呀你看你考第一次 考不過第二次 考不過都是敗在 這個音聽的部分 我看你這個聽力就是不好 天生就是不好 OK 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評價式的回應 你知道嗎 直接告訴他說你不好 那評價式的回應 有點像是貼標籤 標籤貼上去很容易 撕下來很難耶 對不對 各位我都了解這個道理 或者你可能會怎麼說 你可能會說 好不好喔 那你要不要去補習啊 那要不要再給你 買補充教材啊 那要不要呢 我帶你去跟你們英文老師 討論一下 怎麼這樣才會過 這個叫做很快的給建議 告訴他該怎麼做 可是我們要想的 孩子在沮喪的當下 他最想要是聽到這個嗎 有時候給建議 這個給建議的意涵 好像有點暗示是什麼 暗示 因為你不好 所以我要給你建議 對 所以孩子已經沮喪了 你給建議的過程 又暗示他不好 所以又給他一個否定 OK 好 那有時候呢 我們看到孩子 心情很沮喪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很難過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要孩子怎麼樣 哎呀不要難過啦 哎呀不要沮喪啦 世界上那麼多事情 你總會遇到困難了嘛 哎呀開心一點啦 不要那麼難過對不對 可是我們常常都知道 當你說叫人家不難過 叫人家不沮喪 尤其是你當你難過的時候 有人跟你講說 哎呀不要那麼沮喪啦 不要想那麼多啦 哎呀轉移注意就好啦 你就會真的不沮喪不難過嗎 對不對 有一個心理學的實驗是怎麼樣 叫你在這一分鐘之內 不要想白色的熊 千萬不要想喔 白色的熊 毛茸茸的白色的熊 那你千萬不可以在腦袋裡想出來喔 好來我們計時開始 一分鐘喔 不可以去想喔 好來開始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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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 來請問你們剛才一分鐘之內 想到什麼 都是白色的熊啊對不對 所以情緒這個東西 你不去接觸它 不去體驗它 跟它講說不要怎樣 不要怎樣 它是不會走的 你知道嗎 頂多是被你壓抑下去 OK 好 那還有啊 有些家長可能就會說 考察了喔 你怎麼沒有去問一下你同學呢 你怎麼沒有去去找一下 那個網路上要怎麼樣呢 你怎麼沒有怎麼 你怎麼沒有 這種說話 這個語句叫做質問式的語言 這是我們常常說話的方式 尤其在孩子 或是在我們的跟人家相處的過程裡面 當別人遇到挫敗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說 你怎麼不 你怎麼不 這個質問式的語言 有時候有一次會造成傷害 因為這會讓人感覺怎麼樣 很挫敗 好像我很蠢 所以你才要說這樣子的話 OK 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 很大的問題就是 為跟隨對方的話題脈絡 考不好喔 哎呀 我們晚上去吃大餐 好 考不好喔 那不然我們去逛百貨公司好了 你沒有跟孩子的情緒 或他的那個內在同在 OK 然後我們很快的想轉移那個注意力 很快的想要 離開那個 讓我們也自己覺得不舒服的情境 於是我們就沒有跟著他的脈絡 有時候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孩子跟你講了一堆 分享的生活大小事 你就 好 趕快去洗手 要吃飯了 可以了解那個意思嗎 那個我們就沒有真的很認真聽 或者說我們沒有 我們就算聽了 我們沒有去回應到孩子 有時候孩子要的只是 爸爸媽媽你有聽 然後你回應我 這樣就夠了 那就是一種情感連結 OK 好 所以我想要告訴各位的是 在情緒這個部分 孩子的情緒這個部分 事實上我們一天之中 我們都會情緒都會有波動的 在正常人 正常人 一般人 在沒有很大的壓力的狀況之間 或情緒調控是在一個 比較正常或是比較穩定的狀態之下 他的起伏事實上是像這樣 他是一個上限跟下限之間 我們說這樣 是一個情緒穩定的狀態 或是他的壓力反應 是一個穩定的狀態 那如果遇到壓力的時候 有時候他會超出這個上限 或是超出這個下限 他也可以很快的調節回來 OK 所以他要能夠專注 可以有能量的時候 他會可以很high 他可以專注起來有能量 好 可是他需要休息的時候 需要可以睡眠的時候 需要放鬆的時候 他也可以降得下來 所以那個能量調節是怎麼樣 是一個自然的波動 而且是在一個你的掌控發揮內的 我們說這樣是一個情緒穩定狀態 或是壓力反應的穩定狀態 可是你知道 當我們的孩子 或是我們自己 遇到很大的壓力 長期性的壓力 或者在人生中的某些階段 遇到一個壓力的時候 或者一個荷爾蒙失調的狀況之下 常常我們的情緒 或我們的壓力反應 是這樣子的 我們的線條是長這樣 要嘛是在過高激發狀態 要嘛是在過低激發狀態 OK 所以很多的時間點在這裡 或很多的時間點在這裡 很少在這裡 不然就是呢 一下子能量太強 一下子能量太弱 一下子能量太弱 下一秒又到這裡了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如果家裡 你有青少年的孩子 你就會發現說 前一秒他在跟你性高才 在分享一些事情 後一秒呢 突然他就不講話了 你會問他說 為什麼不講話了 媽媽講錯什麼事情了嗎 怎麼不講話 剛才不是很嗨嗎 突然間他就講說 你很煩耶 有沒有 過高過低 過高過低 青少年孩子 事實上呢 他常常會這樣 這是正常的啦 那那個是因為 整個生理發展的關係 OK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家長呢 在幫助孩子 一個很重要的契機點 當我們的孩子 不管是在哪個階段 或是他不管遇到 什麼樣的挫折或擔 的時候 當他的能量 當他的情緒狀態 處在一個高漲的狀態 或者處在一個很低落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回應他 我們回應他的方式 是要幫助他回到穩定 而不是很快的去幫他解決這個困難 我們以為解決這個困難 他就會回到穩定了對不對 可是呢 孩子學不到怎麼去處理自己的情緒 也學不到怎麼去接觸自己的情緒 各位知道嗎 要讓孩子成為一個有情有感的人 我們現在的很多的孩子 事實上 或是呢 好久以來 我們很多的孩子 事實上 他是沒有辦法接觸自己的情緒 那為什麼 因為每當有情緒的時候 我們當爸爸媽媽的 就會去否定他的情緒 就不願意去接觸他的情緒 我們就做出了這個示範 所以我們的孩子 也沒辦法成為有情有感的人 可是你知道未來的事件 最近那個中國多國時報 有一個那個報導說 未來是AI世界嘛 AI世界最不容易被取代的工作是什麼 最不容易被受到衝擊的工作 第一名是什麼 各位在這裡好不好 心理諮商師好不好 然後還有什麼 營養師也是 所以我們都不用怕好不好 各位要有危機意識喔 好不好 是 各位為什麼是這樣的工作 因為那是有情有感 你一直在幫 替另一個人量身定做一些事情 或是想要去感受他的感觸 一直在幫他想方設法 OK 這就是一種感受 那能感受出來的 你才有辦法去做到這種 關懷人的工作 那這個是未來 機器人不會取代你的工作 或難以被取代的工作 OK 各位可以了解喔 好那究竟我們去怎麼做這件事情呢 我們怎麼去回應孩子的情緒 所以我要講的是 先別急著幫孩子解決問題 讓孩子去觸碰他的情緒感受 幫助他去觸碰他的情緒感受 這個不管在哪一個年齡階段 我認為都是有效果的 都是可以幫助的 OK 那首先我們就來講一下情緒這件事情 情緒這件事情 各位其實我們自己當大人 我們呢也不太認識情緒 那我用一個小學的時候 現在小學生的教材 來告訴各位 來告訴各位 什麼是情緒 情緒有正向負向 有強有弱 有強有弱 正向情緒是我們喜歡的情緒 負向情緒是我們討厭的情緒 對不對 好 那情緒裡面又有強的情緒 又有弱的情緒 有些情緒比較強 有些情緒比較弱 你可以在這四個象限上 任意放上你任何覺得 任何的情緒形容詞 你覺得想把它放到哪裡都可以 因為這個是很主觀的東西 它不是本來就長這樣的 好不好 你是可以放的 例如說什麼是強的情緒 像生氣跟憤怒有什麼不同 生氣 我好生氣喔 我好憤怒喔 好像很像對不對 可是你會知道它不同 哪裡不同 程度不同 憤怒是很強的生氣 生氣是很弱的憤怒 可以這樣講嗎 對 是可以這樣講的嘛 對不對 那你可以去辨識這個情緒的 這些細緻的地方 你就開始再接觸情緒囉 OK 好 那再來是為什麼要讓各位 先看懂這個圖 因為如果你的腦袋裡 有更多的情緒形容詞的這些詞彙 這個叫情緒形容詞 你便可以做好情緒管理的第一步了 情緒管理的第一步是什麼 感受自己現在的情緒之後 用情緒形容詞 把自己的情緒狀態 講出來 如果我現在是緊張的 我就告訴自己 我很緊張 如果我是憤怒的 我就告訴自己 我現在是憤怒的 OK 當你可以做到這個的時候 首先你已經覺察情緒了 第二個 你已經用語言 把自己情緒講出來了 這已經做到情緒管理的第一步 很多時候 你有一些情緒的時候 他 他 他 我 我有一些情緒 我緊張了 對 好 OK 那你知道 當有時候你這樣做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的情緒已經被處理掉了 OK 已經好多了 那我們的孩子也是一樣 當孩子有一些情緒波動的時候 那我們就告訴他 把他的情緒狀態講出來 講給他聽 把他的情緒講給他聽 這就是同理心啊 各位 這就是同理心 那你首先要說的是什麼 先要感同身受 知道他現在怎麼了 他的感受是什麼 再來表達出來 告訴他 我理解你這份情緒 於是就形成同理心 這就在幫你的孩子 接觸他的情緒 管理他的情緒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舉個例子 有的時候呢 我們當爸爸媽媽的 會被我們孩子說 媽媽你好偏心喔 爸爸你好偏心喔 之前有一個家長就跟我講說 他的孩子都常說 媽媽你好偏心喔 然後就不跟他講話了 一副臉就很臭了 好這個時候 他就問我說 那我要怎麼讓我的孩子知道說 我沒有偏心 各位你知道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命題 事實上要做的第一件事 不是讓孩子知道我沒偏心 你跟他辯解他聽不進去 因為他現在的情緒感受是 委屈的 是沮喪的 用憤怒的方式表達 可是這個時候 你先放下你想辯解 想要解釋的 這個心情 去跟你的孩子說 孩子 我看到你好像很生氣的樣子 是什麼讓你生氣的 你剛才說媽媽偏心 你的感覺是什麼 停一下讓他講 如果他講不出來 你幫他講 是委屈嗎 還是沮喪 還是覺得被冷落了 OK 可以了解這個意思嗎 我們去試著去講出他的情緒 有時候當你講中的時候 他會感覺到什麼 被理解 各位你知道很多孩子 事實上他算說你偏心的時候 他自己也有罪惡感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知道 媽媽不可能做到公平 爸爸媽媽也要照顧那個比較小的 了解我的意思嗎 可是他只是想告訴你說 你多看我一眼 多在乎我一下 OK 可是當你這樣講的時候 當你可以去碰觸他的情緒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的孩子 他覺得自己的情緒被照顧到 被理解了 於是你就可以跟他 他針對這個問題在談 還是你覺得媽媽偏心 那是哪個地方讓你感覺到偏心 那媽媽怎麼做 你會覺得好一點 然後這時候 你再說出你的為難 可是媽媽也有一些為難 因為呢 弟弟要照顧啊 我可能需要花多一點心力在那裡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媽媽 怎麼做 媽媽同時可以照顧到弟弟 同時呢 又讓你感覺不會那麼委屈 那也許你的孩子會跟你講說 媽媽 你只要在我跟你說什麼時候 你看著我聽我說一下 這樣就好了 這個其實就在示範一種 情緒管理的能力 也在示範一種 我們怎麼樣 跟別人溫暖對話的人力 OK 好 那所以說很多時候 你知道現在的學校裡面 常常會請我去 開一些課程 叫做情緒管理的課程 其實你知道嗎 情緒管理的課程 最好的場域在哪裡 就在親子互動之中 家長 你的以身作者 其實你就在幫助孩子 做好情緒管理 而他以後也會有情緒管理的能力 他以後也會成為一個有情有感的人 OK 那至少同理心有幾個功能 建立連結 因為被理解 所以你跟他關係更接近了 再來你幫助他 你可以從他身上 因為你理解了他 所以他願意跟你講更多 所以你對他更理解 更了解他了 再來你幫助他擴展他的覺察 他對自己的身心狀態 有更多的理解了 再來最後 他懂得去接受情緒 情緒不是我們敵人 不需要否定他 不需要壓抑他 而是我要去感受他 成為有情有感的人 能夠真切感受情緒的人 才能夠有辦法 調控自己的情緒 回到穩定的狀態 有覺知才有控制這件事情 否則我們不知不覺 就會常常失控 而失控的時候 就讓我們感覺到更不舒服 而更不舒服呢 我們又沒有辦法去覺知到這些的時候 我們又會更失控 它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說很容易 各位很多家長 其實在很多當下的時候 你是做不出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給不出自己身上沒有東西 因為我們自己情緒也沒有辦法管你好啊 對不對 當我們沒有辦法好好照顧自己的情緒 我們怎麼樣帶給我們的孩子 照顧我們的孩子情緒 當我們沒有辦法理解我們自己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理解我們的孩子 當我們自己沒有辦法靜下心來的時候 我們如何讓我們的孩子也靜下心來 當我們自己不夠愛自己的時候 我們如何能夠愛我們的孩子 可以了解那個意思 當我們內在是無力的時候 我們也給不出力量給我們的孩子的 OK 所以父母越自在 孩子越可愛 先從父母改變起 我認為孩子就會改變了 好 我的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 把美好活在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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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